酥章鱼烧粉Z002T 添加各式蔬菜粉、昆布粉等提升鲜甜风味 口感属于台式章鱼烧 外皮酥脆、内软嫩 这次使用的机台为家庭DIY电热型机台 温度可自行调整 烤盘不易粘 酥的章鱼烧粉将制作 准备材料 所有材料倒入搅拌缸内 先以慢速搅拌一分钟 接着刮钢 转中速搅拌至粉均匀溶解 约一到二分钟 倒入定量器备用 开始煎至姜鱼烧啦 将煎盘加热后倒油 煎到一半的粉浆 在煎盘底部 再以喜好添加食材 可一个人喜好添加 这里可以添加竹笋或是玉米粒、高丽菜蟹等 放完配料后再补一次粉浆 等粉浆稍微凝固后 就可逐一翻动整形 可适时添油 等表面均匀上色后即完成 可添加甜意的风味洒粉增添风味 让章鱼烧丰富层次 C002T 酥章鱼烧粉 外皮酥脆内软嫩 调味料偏甜咸 制作时可加蛋制作 也可不加 四部影片总共讲了三款 不同章鱼烧粉 台式日式蔬食 每款口感 特色都不同 供客户做多样选择 总结 想吃台式章鱼烧 选C002C 想吃日式章鱼烧 选C002J2 舒适的就可以选择 输章鱼烧粉 C002 提这款 可到甜意官网选购多款章鱼烧粉 章鱼烧粉单元到这就结束啦 我们下个单元见